嗨各位老师好 今天要来跟老师们分享的是 酷音平台很好用的国内外英语 学习资源 我是陈陈飞 目前在新北市英格国中担任英语老师 我本身在酷音平台教学上有几年的经验 也常常带学生参与平台的活动 以及比赛 学生都相当喜爱 在备课上 酷音平台是教学相当棒的一个利器 所以今天要来跟老师们做分享 来到酷音平台的首页 我们点选课程专区 国小区外部学习资源 国中区外部学习资源 上面的外部学习资源是一样的 我们进来之后呢 继续点选国内外英语学习相关资源 里面搜集了非常多国内外的优质的英语学习网站 这些都是平台已经过滤过的 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专区 故事 游戏 字会 听力 口说 歌曲 新闻 综合 样样都有 那因为这边的课程都是外接式的网站 是没办法记录学习时数 也没办法指派给学生的 那么我常常就会利用这个资源 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做分享 首先我先来介绍故事中的其中一个 叫做Short Stories 是适合国小国中都有的 我们点进来 来到这个是British Council的学习网站 里面收纳非常非常多的短篇故事 而且故事的主题都按照字母做排列 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来看 好 我们也是点选影片来做观看 好 我先 播放片段让老师看 那像这个部分它就会有英国的口音 再来是因为这个影片它没有字幕 不过没关系 网站有提供完整的故事的内容 这边可以供老师提供给学生做参考 我也可以印下来给学生看 再来是除了这个内容 完整的提供 也有活动 答案甚至像单字卡都有提供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外的网站资源相当相当的棒 所以提供给老师参考 好 这是故事区里面的short stories 好 国小国中都适用 再来我们看的是游戏区 游戏区我也非常推荐其中一个是第二个 games to learn english也是适合国小国中 而且这些游戏都能加强学生的拼字阅读 听力单字发音的能力 我们点击来看到就发现有各式各样的游戏 有认识片语单字 这边是单字还有word search的地方 继续往下看 没有错 还有可以练习文法的有过去式 还有现在简单式 连选其中一个来看看 就可以透过游戏来做练习 好 我们就可以按下开始 它有六个回合 那这边呢 我就是把它用拖曳的方式 再来呢 同学也可以练习到听力 好 这样子同学就会得到分数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也是相当的有意义 好 刚刚介绍的是游戏 games to learn english 再来我们看到智慧的地方也是非常多 分别有适合国小跟国中 那我们看国小的部分 我们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 就会发现它有根据配合发音来做区别 它可以透过这个影片做练习 或者是我们直接来做测验 所以学生刚好其实也可以认识到这些单字 我们选择这一个 然后就可以继续再做下一题 好 这是国小的部分 reading bear 那它也可以听 可以去试字看图 那么国中的部分呢 word hippo 我们进来到这个网站 那它就更多了一点 因为呢 它可以学到同意字 或者是反译字等等的 那等于说我可以加强学生的一个语感 认识更多的单字 因为有时候国中生都会说背单字好难哦 好 所以我可以透过word hippo 也可以帮助学生 再来以下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主题练习 像是听力啦 好 也非常多 那我也非常推荐上面这一个 第一个 learning english listening for 国中 这个也是british council 里面截取出来的这个网站里面的资源 有分成不同的程度 好 初级 elementary 好 那里面还有分成一些主题 更生活情境化 好 非常多 好 工老师可以做参考 所以刚刚介绍了故事 游戏 智慧跟听力 那其他当然像口说发音 歌曲 新闻综合也都非常多 老师都可以在依据自己的需求 还有学生的程度 班级的属性 以及在载具的操作的熟悉来做选择 好 那这边像新闻 我也是非常推荐CBBC Newsround 还有一样Scholastic News Online 老师们都可以根据这边来做挑选 甚至像国小 我可以让他去看看国中的资源 是不是也有适合的 好 那以上就是我在 我们国内外英语学习相关资源 我在课堂上的教学的使用 希望这些今天的分享 对老师的教学也有帮助 也谢谢老师们观赏今天的影片